郭岗的父老乡亲们 兄弟姐妹们 世界华侨同胞们 大家好 就近前两天 夏敏町 某这一方大桥 已被保军炸掉 所以我奉勤大家 再明白了这个华人同胞们 不要下去夏敏町 以及在敏军管控的地方 现在实在太危险了 因为战火随时爆发 随时对自己的生命拆长 造成一定的威胁安全 所以我在这里 首次的告诉大家 我们尽量的不要下去 夏敏町阳光 完成这几个地方 如果不打 不有伤人的椅子 明昂来为了 这个跟这个敏军武作战 你换的到这个 大家也知道俄罗斯 可跟俄罗斯很消化 可跟俄罗斯 接用这个土九武轰炸机 那么俄罗斯会借过他吗 结果 碰了一笔子灰啊 大家也知道 如果不打 那么我们就不有商量的椅子 因为明镜政府开出的条件实在太高 当时我们手中有筹码 当时他就不让步 那么我们 吸取一些教训 比如说科业帮 柳布斯已经 科业帮已经 85%到90%的这个 土地啊 都被科业 林军把它拿下了 当结果呢 科业帮 我跟大家说 科业帮 林农比多 只有这个几十公里 咯 所以的话呢 他跟我们这个明白 这一笔的话呢 还是不一样啊 科业帮是大品饼啊 很多高商是特别小 大多数是品饼 当时科业族的话呢 他呢 好像打的时候呢 就不 就跟我们呢 不在一个层上啊 就也不跟我们搞一个层上 当时科业族是特别的团结的一种民俗啊 不得不相信 当时最后还是被民军收复啊 那所以的话呢 他们不是领和起来的 所以的话呢 并被民军收复 当然这次呢不一样 比如说拉修 拉修是要被我们收复 可能性很大 当然跟大家举个几个例子 现在 浮世荡荡 把民昂来 几天几天睡不着觉 民昂来已经快要变成熊莫营了 如果是在下一个两三个月的话呢 可能民昂来 可能会 自己 对自己的争取会崩溃 哇哩 听 听我大家 听我茫茫的想 所以 现在 有七八只武装 俯视荡荡 那么 你不开机枪 我不开机枪 我不敢说是哪个会开机枪 所以 这个张子啊 在拉修成立了嘛 迟着回来 那么 这是拒进我的分析啊 不代表 军司 以政治 我不承担任何法律 当时 在我的这个 看来的嘛 拉修 不会 压得住三四个月 如果是压得住三个月的话 他就传绿不遂了 所以 俯视荡荡 你不打 不打 肯定会有我们开机枪 肯定有人打 因为实在比不错 敏定政府也比不错 少数民族武装也比不错 那么 如果打拉修 是会有 多少军参军 那么打拉修 如果说是政府军有五万军队 那么少数民族肯定会压在十万到九万到十万 甚至十三四万军队会来压 那么很多人就问 政绩的国管理是不是在春秋 我告诉大家啊 那么 双载 一颗身上的末渣太多了 那么肯定会有很多人跳出来 搏一搏 当车兵摩托 再搏一搏 摩托兵器上 这个是会有的 特别是我们俄级家的 你看 全部动用起来的 那八九万十万人还是会动用的 比较说是三只家 还是会有五多万人 包括我们家还是有两三万人 还是动用起来的 还是会有 比较说若开啊 这个白上帮 朗上帮 到时候会全部压住在这里 还有这个四只也可能会压住在这里 因为他不有的行政 如果说是拉修 周围失守 那么整国明白的这些大佬们啊 那么就积极可畏 所以这些话呢 不是说为了我们国港好 不要 不要想着说是每个人都是为了我们国港 这些少数名字 他有他的双胖 如果说我们国港人好过了 我们国港这小帮夯处好过 那么他们就把他们的经济军事群伏带动起来 是不是啊 如果说我们不好过了 这算了吧 他们一点都不好过 甚至武家可归就是他们 这是一点不加 大家好想讲 如果是说我们过得开开心心 我们国港人 马上 能够有这个 后台 站出来 质押着大明 做武装 吉巴士拿了西伯大桥以上 把西伯大桥化解 那么他不得不承认 武装 这个高度自身 他不得不承认 这个特勤的这个 进行在特勤里面 以及华邦的经历 这个是不可逆重 因为他已经这旁旗 他已经把他下属了 在过去的 几年前我们就告诉他 你不能这样做 我们跟你谈胖了 时候拿萨尔温江 一栋一百 画给我们 我们当时 不包括大美音 不包括乌龟开 不包括乌木棒 当现在 现在我们得有更多的群 我们要以 西伯大桥 移动 花梗 我们 才有这个 敏军才有这个 躺胖的群 不是说是 整整是拉西 如果拿那些花梗 我们还没有这个终身 我们的终身要到西伯大桥 以东花给我们 以西伯江为干 那么我才张力尊重 财富自然 与你无关 苦恶难夺 凌云之 不死总有 出头时 前方上有光明 怎能 构存 当下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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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